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怎么不明白 你看 他还在装呢 你林家亲戚给你找了一本好亲事 现在正派人来接你了 现在咱们府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 老祖宗还商量着 让你连二哥都送你回去呢 胡说 胡说 没有的事都是风姐姐骗我的 他还不信呢 那咱们走吧 免得讨个没趣 你们等等再走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倒是把话说清楚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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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救我 南边我是思业不去的 我情愿和老太太在一块儿 这是你的事 这是你的事 你来求我干什么 老太太 这算怎么个事啊 你们林家在南边给你说了一件亲事 挺好的 听说啊 听说啊 还多要了一副嫁妆 不 不 我若是和老太太在一起 我绝不用这里一份闲戒 我只求老太太救救我 你总是要出嫁的呀 你老待在我身边算怎么回事啊 我要是在这里 情愿做奴婢 自己养护自己 只求老太太替我做主 千万别把我送回去 老太太 你想了最是慈媚 又最是疼我的 怎么到了这紧要关头 就全然不管了呢 就算 就算我是您的晚生女孩隔了一层 那我娘总是您的亲生女儿吧 您就看在我娘的份上 也该护着我呀 哎呀鸳鸳啊 快扶我进去歇会儿 我给她闹得头都疼了 老太太 老太太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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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啊姑娘 你是怎么了 是不是做梦了 没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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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 老太太 老太太昨晚和姑娘说了一夜的话 就是叫姑娘啊 凡事不要往心里去 今后都由她来做主 让您放心就是了 这话您还不明白吗 还要老太太怎么说呢 姑娘啊就是不听话 好好的又给哭醒了 这万一让老太太知道了 哪里会不伤心难过的呀 你看老太太现在也上了年纪了 你就是不为自己想想 那也该为她想想吧 那也该为她想想吧 你去把弹盒换了吧 哎 哎呦 这还了得了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好好的 你怎么哭了 谁哭了 今天起得早 眼睛有些不舒服罢了 姑娘怎么又多想了 你呀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是不是 来 慢点 听说太太在宫门外 等了两个时辰也没能进去 就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先说是交房眷属 一概不许进宫 后来让我进去了 却又不让我见 中间隔着一个房间 让抱琴在中间传的画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那娘娘怎么说 她准了宝玉和薛姑娘的婚事了没 准了 她还说 得空 得空 要人送出一纸出来 怎么这么快就准了 我也觉得纳闷 原先我和娘娘说这个事的时候 她总是顾虑着老太太 又怕宝玉不请愿 这次可倒好 倒是蛮痛快的 娘娘娘还怎么说了 娘娘让抱琴偷偷地嘱咐我 凡事要留条后路 不可大意 我这几个夜去了 总也见不到人 我这凡事 也不想要是 那凡事要是 这凡事啊 那凡事要是 我也有这个意思 只怕老太太不愿意 这生女儿是不中用了 迟早是别人家的 这要是生儿子不济世 更是坏了大事 老爷说得很对 自从老爷娶了外人 他又长臂 竟然耽搁了好几年 现在赶紧搬出来 好好地读书 倒也是好事 你最近 怎么比前几年 越来越散漫了 我老是听说你生病 从来没听说过你念书 最近怎么样了 我不叫你来问 你就永远不见我是不是 回老爷 我现在身体已经好多了 每天都在读书写字 读书写字 我怎么就听说你 天天在园子里和姐妹们 说说笑笑 还和那些丫头们胡闹 把自己的正经事都扔在脑后头 我可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得给我写八股文了 我谢你一年 要是在这一年里再没有长进 你就别再给我念书了 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就当我没你这个儿子 另外 你回去告诉你的丫头们 赶紧收拾收拾 这两天 就从这个园子里 给我搬出去 去吧 还有 明日一早到这儿来见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才几天没到这儿来 这园子就变得这么萧条了 原来这岸上 每天都有多少丫头媳妇 过来过去的 现如今 怎么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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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老太太 宝儿爷病了 宝儿 快走 老太太来了 怎么这么烫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没事要派人跟着他 不许他乱跑 你们就是不当心 这下又不知道在哪儿着凉了 今天 倒是没区别的地方 就是 到老爷那儿去了一趟 这是干什么 干嘛要收拾这些东西啊 是老爷 让二爷搬出园子去住 老爷来了 老太太 宝玉啊 宝玉 别宝玉宝玉的了 我来问你们 是谁逼着宝玉搬出这园子的 是儿子让宝玉搬出园子的 只是让他专心读书 并无别的意思 身子没了 拿什么读书啊 拿命去读吗 先不说他的病刚好 你们就逼着他搬 你们是赶着他去读书啊 还是赶着他去投胎啊 你们前些天做的事情 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问你们 宝丫头好端端的 怎么搬出园子去了 你们看看 现在园子里还剩下几个人 宝丫头 二丫头一出去 这园子空了半边 三丫头 猪儿媳妇 整天在外面忙着料理 四丫头呢 年纪还小 也被你们吓得 天天都不敢出门 如今园子 就剩下宝玉和黛玉 还能陪陪我 说说话 可现在 你们又逼着宝玉 也搬出去 我真没想到 你们的心 原来是这么的冷啊 我说这些 你们心里也许不服气 还会在心里骂我 说我是老糊涂 喜欢多管闲事户短 其实啊 我根本不想管你们的事情 我还能活几天呢 儿子是你们的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不过我好歹提醒你们一句 现在是多事之秋 大家还是安生些好 别自己没事 整出一些事情来 老太太说的是 既然如此 那儿子 先不让他搬就是了 大夫来了 是谁 是我 新人姐姐来了 快坐 这回子来做什么 二爷已经好多了 我特地过来告诉姑娘一声 叫姑娘不要担心 是宝玉叫你来的吗 难为你费心跑这一趟 是我自己要来的 二爷已经睡下了 姑娘这些天 身子好些了吗 已经好多了 如今二爷每天去学堂 屋子里面一点事情也没有 二爷还嘱咐我呢 叫我没事过来瞧瞧姑娘 陪姑娘说说话 喜人姐姐喝茶 好妹妹 别忙了 前几天 我听秋文说 妹妹在背地里面 说我们什么来着 姐姐信她的话 我就跟她说 宝儿爷去上学堂了 宝姑娘也搬走了 香菱也不过来了 姑娘一个人 肯定会觉得闷的 你还提香菱呢 她才苦呢 撞上那位太岁奶奶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 说起来呀 比她还厉害呢 成天的在家里闹 连外面的脸面都不顾了 她也真不容易 想想当初有二姐 是怎么死的 可不是 这如今 香菱也病了 能不能治得好 还不知道呢 想起来 都是个人 不过是名分上差了些 何苦下这样的毒手呢 这也难受 但凡家里的事情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做了偏方 心里先窃了 哪还敢欺负人呢 禁锢着说话了 姑娘也该歇着了 那我先走了 子涓 替我送送 哎 你是个女菩萨 你看我这病 好得了好不了啊 老太太授术正有了 一时染了风寒 支付药也就好了 上了岁数的人 只要放得下心 没有愁闷 就不会出病 我不会为了平常的事情 找不痛快 我这个人哪 最爱找乐子了 如今这病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老觉得胸格饱闷 刚才大夫说 我是气的 你知道 谁敢给我气瘦啊 还不是把错了脉 我得跟他说 还是头一天的大夫好 他说只是受了风寒 明天哪 还是把他请来给我看 鸳鸯 去分屋厨房 准备一桌宿井的菜 请妙与师傅吃一顿便饭 我吃过午饭了 下半天我是不吃东西的 不吃就算了 还是多坐一会儿 陪老太太聊聊天吧 这又是怎么了 好像还背着我似的 你来做什么 我来了半日 这里找不着一个姐姐们 我又不敢冒状 我心里又着急 你急什么 准时过夜又作见姑娘了吧 姑娘不好呢 姐姐闹了一场 哭了一夜 昨天谭又堵住了 他们又不让我们请郎中 说什么呢 有什么话到外头说去 当心老太太听见了 怎么了 什么话不让我听见 是 是不是盈川出事了 没有的事 是婆子们说话没有轻重 说这两天病了 到这儿看看 我们这边 有没有好的大夫 有有有 前天给我看的大夫就好 赶快让他去看 好 老太太 今天您也说了一会儿话了 累了 还是进屋里歇歇吧 您慢点 太太 孙家派人来说 二姑奶奶死了 要哭到外头哭去 老太太在里头呢 去 去年在鲁雪亭吃鹿肉堆尸 去年在鲁雪亭吃鹿肉堆尸 鲁妹妹 李家姐妹都在 人都那么齐全 那么高兴 就连凤姐姐都凑翠儿周了一句 一夜北风景 当时我冷眼看着 就觉得这样的乐事 寻常人家一生又能有几回呢 咱们这样 怕是已经到了极致了 只是凡事不可用其极 就怕有祸事紧相连着 没想到成了针 还来得这么快 已经有这样的心思了 我怎么就没有了 我还以为 这辈子能天天这样 年年这样 没想到 才几天 秦闻 二姐姐死了 香菱病了 思琪 方官 彩霞 也走得走 散得散 哎 百安华落尽 转眼都成了宫 二爷 不得了了 元妃娘娘轰了 老太娘和太太都已经进宫了 老爷叫你赶紧过去呢 好端端的 元妃姐姐怎么会轰了呢 舅舅叫你呢 还不快去 能去哪里 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需一个土馒头 元春姐姐 富贵是富贵 一家子人 仗着她的势力 可是 谁又明白她的心思 亲骨肉 一年到头不能团聚 有什么意思 如今生仙去了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就算身子不能回来 可魂魄 却是自由的 能尝回家来看看 要是能在梦里 叫我作诗 读书 就像小时候那样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要是真能这样 总比活着的时候 少了很多烦恼 快别说这样的话了 舅舅那里 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了呢 好妹妹 这些话 我只能对你说 旁人 谁能明白 快 快来 快 快 围下来 把门口给我看出来 快 围下来 这 这怎么会 这是怎么会 由 Hola 打开 只等爷宣指印就好动手 小王奉旨 带锦衣为赵前前来查封假设家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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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天承运皇帝诏约 假设私通外观 一事凌弱 有负振恩 有田主德 着格取侍职 钦此 谢祝恩 传奇思源 带通翻译 分头外访 查查等着 快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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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别闹了 那边 这边 快 这边 这边还用呢 别闹了 我走 我看一看 我看你 别闹了 你们说什么 你去吧 老太太太太太不好了不好了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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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慌上吗慢慢把话说清楚 好多穿雪带抱的强盗来了 凡乡党会的在抄东西呢 不好了 老太太不好了 我刚才在为乔姐吃饭 那个望儿被人压了进来 让我告诉太太们赶紧回避一下 因为外套的官爷就要进来抄家了 抄家了 我刚才被吓得半死 只要进房那要紧的东西 就被一伙子人给推了出来 你们有什么东西要穿的要带的 就赶紧收拾吧 二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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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南授佛一尊 家南观音像一尊 佛作一剑 家南念朱两串 金佛一堂 玉佛三尊 玉寿星八仙一堂 家南金玉如意各两饼 古磁炉瓶十七箭 古丸软片 共十四箱 浴缸一口 浴盘两对 弹金盘四箭 金碗六对 金池四十把 各次银器两百四十箭 黑胡皮十八张 貂皮五十六张 黄白胡皮 各四十四张 你看 在这些查出来的东西里 有不少都是借券 看来你们家在外 盘剥是错不了的 这些究竟都是谁做的 犯官平时不理家务 这些事情实在是不知道 要问犯官侄儿 贾连才好 王爷 这箱东西 竟然是从奴才屋里 抄出来的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还求王爷开恩 还求王爷开恩 不过这些东西 跟奴才的叔叔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真的不知道啊 求王爷开恩 求王爷开恩 他本人是什么本事 我可能是不知 不许老爷 都没有尽不知 你为什么 在那里 你为什么 你怎么会在这儿 甄大爷 荣儿 被那什么王爷拿去了 里头的女主子们 都披头散发地 圈在一处空房子里 我说我是西府的 他们就把我押到这儿来 没想啊 这里也是这么着 我都活了八九十岁了 只有跟着太爷捆人 哪里有都被人捆了呢 我天天劝那些 不长进的爷们 反倒拿我当冤家 我如今哪 我不想活了 我和他们拼了算了 你轻弃了 我去懂东宫 我看着她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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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难受 奶奶真是昏过去了 刚刚被抬回来 她还没有死 太太你先定定神吧 我就是不知道 老太太那里怎么样了 我还以为 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 这人还没死 都围着哭什么 还嫌家里不够乱吗 都给我出去 是 你倒好啊 成天在外面放账捞钱 手都很不能从喉咙里伸出来了 你太贪得无厌了 你知道吗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祸 脖子一缩躺在这里装病是吧 嫁货给我 让我去替你顶罪 你一百多鸡那条汉子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我捞钱 肉烂在锅里 横竖都在你们贾家 平素李 你不知道我放账吗 用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哪里用得着你一分钱 谁不知道我怕老婆 谁不知道我怕老婆 奶奶快别生气 躺下吧 别说这些 如今我是没钱了 人也病得快死了 没用了 你倒是把我陷出去 要哭情赏了 也好免了你的罪 巧儿乖 不哭 巧儿乖啊 别哭了啊 乖 别哭了 好了乖啊 自然有你死的时候 不用急 先省口气吧 都是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平时不知道侠置老婆 都这个时候了 还纵着她 我都替你害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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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去北京王府送信的人回来没有 回老爷 快别说了 那送信的刚翻墙逃出去 还没走出半条街 就被抓回来了 幸好那人机灵 把新人沟里了 不然还不知道怎么样的 完了 完了 没想到 真没想到我们家一败涂地到这个地步 姨父 姨父 好容易才进来 学科 是你 他们怎么会让你进来 我求了他们好久 又给他们钱 才让我进来的 听说那薛老大又在外头惹事情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今天呢 就是为这事来的 他这次又打死了人 我这次啊 就是家里叫我来这边讨个主意呢 你看看你看看 我们这哪还有什么 那还有什么主意啊 对了 今天在衙门里 正好听到他们谈论咱家的事 这东府的事倒是没太听清楚 可倒听到了咱们家的事 那我们究竟犯了什么事 这有一条 说就是大老爷 讹诈了别人什么古董字画 这家雨村本来也参与其中 可他做了假证 说都是大老爷指示他的 这都成了大老爷的不是了 还有人说 大老爷包烂辞诵 虐害百姓 这更是火上浇油 还有一项呢 说是大老爷 强占民女为妻 因妻不从 临逼而死 这御史大概是断错了 就连咱们的包二都拿去了 又拉出一个什么姓张的来 我想现在 恐怕连御史官都没办法 因为那姓张的早就告过关了 这还了得 这都是我们大老爷犯的糊涂啊 这东城里也太不成体统了 你看看 这 也是碰上了贾雨村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这些年 他得了我们家多少好处 不是我们家 哪有他今天的飞荒腾达 他不但不报恩 事到如今 他倒烦咬一口 要是没有什么的话 我就先走了 我看你们这里 连人都不让出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们做的吗 别的亲友也不便送信 现在正好你来了 也只有你 能帮我去送信了 好 送到哪里 如今只有北京王 或许还能救咱们 我立马给你写封信 你赶紧给我送出去 好 哥哥本来就没有造化 在南边已经闹得不成样了 为了香菱打死了一个公子 谁知进京还是这样 妈妈不知为他受了多少气 流了多少泪 本想大家安安逸地过日子 偏偏又娶了个嫂子 把家里闹得实在不堪 所以他才躲出去的 哥哥本来就是个野马性子 家神又急躁 果然没几天又闹出人命来 这也是命该如此 我救这么一个儿子 我救这么一个儿子 将来怎么办 凡是养儿女的都是为了老来有靠 即便是小户人家 即便是小户人家也会挣一口饭钱给母亲 哪里有他这样把家里闹光了 到害得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道理 不是我说 哥哥行出这样的事 就不是个儿子 竟是个冤家对头 妈妈先别伤心了 您养养神 趁哥哥还在 问问各处的账目 人家欠咱们的 咱们欠人家的 找个伙计来算一算好了 暗叔 这些事早就该料理料理了 再不管了 就叫伙计们迷离暗里的套空了 只是你哥哥的事上上下下 花了几千两银子 也不见动静 如今你姨妈家也帮不上咱们 再让你哥哥去了 咱们全家就完了 你妈的命也保不住 钱财的事 妈妈也不用操心了 还有二哥哥替我们料理 最可恨的 就是那些伙计 见咱们势头败了 各奔前程也就罢了 我还听说 有人带着外头的人来讹我们的 可见哥哥活了这么大 交往的都是些酒肉朋友 到了关键时刻 没有一个能为他出头的 妈妈这辈子 想来也不至于挨动受恶 只是可怜了香菱 哭了一辈子 现在还病在床上 她倒是个可靠的 要是好了 将来陪着您 也是妥当的 我的地址没法要了 快回去吧 别闹了 咱们就去回家 去罚上去上一闹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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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别闹了 奶奶 我给你们看 奶奶别闹了 奶奶 回去吧 别闹了 让我去死 嫂子 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 大家就该帮着想法子 就算不想法子 多存些体面也是好的 你这样没日没夜的闹 让亲戚们都听见了笑话咱们有什么好处呢 我别这不气 就气你们亲儿子 气哥哥不顾 别别护着乡娘这么个丫头 说这什么好东西 从小可父母长大可丈夫 这样没来路的货色 你们还留着他当宝贝一样供着他 让他在床上大模大样的躺着 要不是他 学会儿至于这么倒霉吗 爹爹 云莲 爹爹 我在这里好久了 那我怎么不知道 还不拉出去卖了 看来你们看我不惯恨我是吧 想留下日后好对付我 没关系 你们大可不别这样 要恨我的话立快给我修书 我马上走 我也是要脸讲理的人 说不得你们准算计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我嫁给你们家 哎呀 哎呀好我复活了 哎呀 你们怎么能这么醉我呢 这兄弟们的小丫头 你们也要哭啊 快别哭了 姑娘 想来这都是我的缘故 你把我卖了吧 省得家里不得安静 你是个聪明人 怎么说起糊涂话来了 我还想着日后 你能够长长久久的服侍妈们一辈子 哪里用和那个泼妇一般见识 你只要好好养病就行 嗯 嗯 过来 过来 过来